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7日 未開始之前請大家先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 以及最重要是按一下小鈴鐺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願意請大家點讚、留言和再分享出去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接觸到更多的朋友 我們知道新疆的棉花事件 可以說越鬧越大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就去到商業上面 因為3月24日已經有一個報道 就是HMM的一個舊的文件被人畫了出來 就是說他非常擔憂中國新疆使用強迫勞工這個問題 以及他自我澄清說他根本沒有在新疆採購過任何棉花云云 其實這件事 老實說 HMM 竟然是跟隨西方的謊話去抹黑中國 當然很自然地 你抹黑一個你在做生意的國家 你自然會激怒當地的人民 其實這件事是非常合理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為何會說是一個謊話 因為現在西方一直在說 中國使用強迫勞工去收彩棉花 但其實這件事已經是很不可思議 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是一個基建的狂人 中國是一個應用新科技的狂人 所以在一個瘋狂地使用新科技的地方 竟然說直至現在 棉花都是用人手去開採 還要是強迫勞工去開採 其實真的很不可思議 為什麼會這麼不可思議 其實因為這件事本身是一個謊話 我們可以看看新華網上 在新華網上已經有報導 以及實際拍攝了新疆棉花開採收割的情況 其實現在全部都是用機器去收割 小弟最近看了一本書 是何凡教授的辯量 其中裡面也有一個個案 是研究深圳的無人機公司 其中有說到這家無人機公司 就是在新疆那邊幫助棉花開採的收割 其實因為棉花用自動機器收割的話 首先要把葉除掉 除葉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用人手除葉 第二就是用化學劑去除葉 所以無人機公司 就是用無人機去幫新疆的農戶 用化學噴射除葉劑 幫棉花除葉之後 然後可以用機器去收割 其實現在機器收割新疆棉花 如果據小弟的記憶 應該是七八成的棉花都是這樣收割的 所以其實既然真相是這樣 所以我們外交部華大姐華春瑩女士 她也是對外國的指控作出一個回應 就是說基本上 新疆進行搶逼勞工去收割棉花 所以她絕對完全是謊言 其實有什麼人真的用強迫勞工去收割棉花 其實正正是美國人才會這樣做 華大姐她拿了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其實就是美國1960年代 仍然用監獄勞工去收割棉花 當然大家也知道 美國當時還沒廢除黑爐之前 一直在用黑爐去收割棉花 所以他們的指控應該指在自己頭上 不應該指在我們中國 因為中國從來沒有用過爐地去收割棉花 現在更加是全部機械化 其實只是說說監獄勞工 其實小弟以往是做監獄貿易的 所以我和美國做很多生意 美國禁止世界各地用監獄勞工去生產他們的產品 但是為什麼美國自己反而可以 又是一模一樣 和他指控別人的說話一樣 全部都是基於一個雙重標準 別人不做得 他自己做得 但是哪有這麼無恥的國家 其實小弟真的覺得很震撼 一百歲不死也有新聞 其實這件事情 新疆棉花的事件 就是令到歐盟很難得地 真的開聲譴責中國 甚至中國也就回英國人在這方面 在新疆棉花和新疆人權狀況的造謠 而要發出制裁 這個制裁包括凍結在中國的財產和禁入境 中國和港澳 其實被制裁有九個英國人和四個組織 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 那九個人全部都是政治人物 包括了四個不同的組織 也都是一直被中國制裁 包括保守黨人權委員會之類 大家有興趣可以找出來 其實我們也看到 歐盟宣佈這件事譴責中國 其實譴責中國 原因是基於一個謊言 好了 我當你被人誤導 但是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自己親身過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 中國 邀請歐盟的使節 訪問新疆 到現在歐盟也是在說推三左四 整天都不肯來中國新疆看 最新的理由就是 因為他想會晤某些人 然後中國還沒有去確認 其實這是一句廢話 現在別人叫你過來看整體的人權狀況 你就是要提話 一定要見誰見誰 其實你真的有沒有誠意 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其實整件事 歐盟雖然說他不是正式參與造謠的一份子 但是他真的跟英國人和美國人一臂孔出 所以其實整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 歐洲、美國、白人世界 基本上是集合了 一起在說圍堵中國 但是很老實 中國不會怕他 因為我們已經經過過去幾十年 我們真的累積了自己的實力 已經不怕 去正式面對他們的一些抹黑和欺壓的行為 其實我們這次出現這個新疆棉風波之後 不僅是國家對外國的政權有所反應之外 甚至連我們中國人民基於外國的情緒 也是自發去杯葛某些品牌 其實大家知道這件事情鬧到很大 甚至有很多外國的藝人 都是終止了他和某些有份抹黑中國品牌的合作 不僅是H&M 其他例如 包括Like Unicura 以及Sara 其實都是屬於這些有份抹黑中國品牌 甚至連Burberry也有份 所以搞到我們的葉太 葉劉淑儀女士 也要杯葛Burberry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正常的 你來中國賺中國人的錢 你還要加入外國的政治團體 一起抹黑中國人 你不要當中國人是傻子 結果這些機構 全部都是得到他們應得的懲罰 懲罰是什麼呢? 股價暴跌 例如 Editas Like 一夜之間市值蒸發超過730億 其實這絕對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Like 在2020年第三季度的業績 全世界所有地方的營收都下滑 只是在大中華地區實現增長 而且增長超過一半 其實說真的 Like應該自己很明白 其實你的生意還有增長 完全是靠中國的市場 但是竟然在這個時候 走來和中國 去抹黑中國 其實你是不是傻了 你做生意就做生意 做生意你去玩政治 真是抵你股價跌 以及明年 如果真的到最後Like 到最後埋單的時候 整個全球的生意額 都是下跌的話 其實小弟真的除了送抵死兩個字給他之外 真的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傳媒的報導 講到說 新疆的棉花事件 其實是由一個始作俑者去宣揚出來的 這個就是 誰帶頭說新疆存在強迫勞動 就是一個非牟利的機構 叫做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BCI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他也有加入抹黑中國 而且決定暫停審批新疆棉花 所以所有他的會員 都不給採購 以及使用新疆棉花 其實這個組織 小弟有深入去看看 其實昨天已經找了資料 沒有時間做 但今天也看到 有其他的媒體 其實已經看了這一間 小弟就在這裡 就跟大家講一講 小弟找到他和什麼關係 其實這個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它叫做一個 國際性的非牟利全體 一個志願組織 即是我們大家很熟悉的NGO 其實它本身是2005年 就是在這個World Wide Life Fund WWF 就是一個開會 一個原削會議 令到這個機構成立 如果我們看回WWF 大家都相信 都非常熟悉這個熊貓公仔 其實它就是要保護大自然 以及保護一些受保護的動物 其實它是誰人去成立的呢 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成立 其實是由英國人去帶頭的 大家都知道 在英國其實和美國 都是屬於五眼聯盲的一份子 所以它和美國基本上是同聲同氣的 其實它在1960年代 已經成立了這個World Wide Fund WWF 其實現在甚至英國的皇室 都仍然是 甚至現在就是 歐洲的皇室 都仍然是 在主理這個機構 所以其實它和歐盟 和英國的國家 和英國其實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當然不僅是創辦人那麼簡單 甚至現在它的基金 它的收入來源 其實很大程度上 都是來自一些歐美國家 例如好像我們看到大公網 其實已經挖出了資料 就是詆毀新疆棉花的黑手 BCI的金柱 竟然是美國國際開發署 美國國際開發署 就是叫做USAID的一個組織 這個USAID的全名是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它的創辦就是要幫助世界的國家 就是金賴迪總統 他覺得有需要 去總合美國的力量 去成立一個單一的機構 這個機構就是幫助外國的國家 去提升他們的社會 和經濟的發展 其實經濟發展是一件好事 但是怎樣提升社會的發展 很明顯就是它借助這個國家 去干涉他人的內政 因為一提到社會的發展 絕對與政治有關係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這一點 而這個作為 這個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其中一個金柱 不是《文匯報》自己空口說白話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個USAID 它的官方網站裡面 是有收到BCI的季度報告 而BCI的季度報告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它是大大的字寫明 就是這份報告 就是因為美國人 慷慨的捐輸 才可以讓它做到這份報告 這個捐輸 是由哪個機構給它們 做USAID 所以這個沒得抵賴 在USAID的官方網站 有BCI的季度報告 而BCI的季度報告 也寫得很清楚 USAID是它的金主 所以《文匯報》的報告 其實真的可以說 現在在香港 小見非常有良心 而且講真話的媒體 《文匯報》 《文匯報》大公報 真的是其中兩個表表者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BCI的幕後黑手 幕後金柱 就是USAID 所以它為什麼會參與西方的政權 去抹黑打壓中國 打壓中國新疆的棉花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原因 可以說是超然若揭 因為本身這個所謂的志願組織 其實就是歐美他們支持建立出來的 其實這件事情 國際間已經越來越多國家 留意到歐美經常做一些假的志願組織 或者非政府機構 來做他政府想要做的一些顛覆活動 所以甚至在中東阿拉伯國家 也對這件事情非常不滿 因為中東阿拉伯國家 就是看到在西方支持的所謂非政府組織 其實在過去幾年大幅上升 甚至他們泵了很多錢 在阿拉伯國家 而這些錢全部花下去 都是用來令到阿拉伯人分化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就是阿拉伯國家 看到西方的這些非政府機構 就是參與進去 改變阿拉伯國家裡面的政治文化 而且他們是針對阿拉伯人的團結 在裡面製造分化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事情 每一天在世界各地都發生 而在亞洲他們也借著這些志願組織 也滲入了亞洲很多國家 包括意圖滲入中國 其實很開心看到中國在這方面 真的守得非常實 因為所有志願組織要過來中國 都一定要經過政權的審批 其實我們在這方面 可以看到歐洲和美國經常做這些事情 我們真的要對這些所謂志願組織 一定要非常小心才可以 但是如果說回頭 為什麼歐洲和美國 要這樣攻擊新疆的棉花事業 其實這件事情 除了想抹黑中國 阻慢中國發展 以及在說造謠 紳士 希望分化中國人之外 其實另外一件事 小弟經常都說 如果你想明白美國在做什麼 很簡單 你看一看利益 就會明白他在想什麼 其實美國為什麼要造謠 抹黑中國新疆的棉花 如果我們看回數據 就會看到原來出口棉花 最多的國家是美國 如果在說重量的話 第二是巴西 第三是印度 但是這個信息對不對 對不起 這個信息是錯的 其實statista.com 是一個美國的網站 不知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信息 如果小弟找到其他的資訊 這個就是worldstopexport.com 就是統計全球最頂尖的出口箱 如果是看回棉花的話 以金額來的 其實全球第一的出口箱就是中國 而中國最大的棉花生產地區就是新疆 第二位就是美國 美國也是排第二位 就不是statista的網站 所說美國是出口第一 而中國甚至在上面 十大連影也沒有 不是這樣的 真實我們看到一些持平 出口金額的統計 其實中國是佔全球棉花出口的第一位 而新疆是最大的生產區 所以大家明白 為什麼美國要抹黑新疆 讓新疆做不到出口 為什麼美國要聯合BCI去抹黑新疆 原因就是讓BCI的會員 沒辦法跟新疆買棉花 那他被迫著跟誰買 跟第二、第三的買 就是這樣他可以把中國那份份額都吃完 其實這些事情 在美國來說 不是第一次做的 我們記得去年 是不是呢 都在說對華為要實施晶片的禁運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是不是 當時就是讓台積電都沒辦法賣晶片給華為 但是最後華為的生意下給誰 想不到 下給一家美國公司 Qualcomm 其實因為 就是在美國禁止全球的供應商 供應4G晶片給華為之後 其實他反而在國內 是開放給Qualcomm 就是去賣晶片給華為 所以 所有 台積電這些工廠 全部都不敢賣東西給華為的時候 那些單位落在哪裡 就是落在美國的供應商 所以美國經常用這些手段 令到幫他們的公司自肥 幫他們的國家自肥 所以其實這次 他雖然抹黑中國之餘 其實為什麼要詆毀新疆的棉花呢? 小弟相信和他自己 內部公司和國家的利益 也是掛勾的 其實一個來來去去 想來想去 都只是自己國家利益的一個國家 你說指望你做全球的老大 全球的國家還可以過得如何? 這些老大麻煩快點下班 其實小弟一直看著 現在美國所造成世界的不公義 其實真的非常生氣 我們也很高興見到 美國的國際和影響力 真是在二十一世紀開始走下坡 我們希望可以盡快見證 美國的沒落 希望從中國開始打造一個 真是對全球 人民和國家都是公平 而且公義的一個國際規則 好 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中 分享的內容 很希望大家 點讚、留言和將它再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